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Kissing1TV 我是Kissing巴辣妈 今天我们要来做树名虾 树名虾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就是五张的海苔 大张的 还有这个是挂吉 挂吉呢我们切丁小小细细的100克 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用马蹄来取代 然后这个是豆包姜 豆包姜呢它是全素的 然后它是用黄豆制成的 所以它呢里面没有什么调味 等一下我们要来调味 再来这个是切成长条细细一丝一丝的红萝卜丝 有200克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调味的部分 我们用了这个麻油 20克 还有这个10克的玫瑰盐 还有一些的白胡椒粉 那我们就先来调味这个豆包姜 然后这个香油 再来是这个玫瑰盐 好我们把这个豆包姜腌制好了 先放一边 那我们把这个海苔片呢 剪成斜对角 这五片可以剪成十个 我们把这个豆包姜腌制好了 这个豆包姜腌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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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捏成长条心 然后呢 再一搓的红红薄丝 可以尽量让它排整齐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卷起来 这里挤出来的部分 给它捏捏捏 让它摆平 好 我们包完这十只了 我们要准备去蒸它 那我们先热一锅水 然后呢 用中火蒸十分钟 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竹篮去蒸这些庶民虾 我们先一只一只给它拌上来 好 我们放进去之后呢 这里的热了一锅滚水之后呢 我们转中小火 去蒸十分钟 好 那等下我们再来看看它蒸的怎么样啦 我们现在等鸣虾蒸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做酱料 这一次我们做柚香酱料 我们准备的有这个青酱油三十克 素蚝油三十克 还有这个柚子的果肉三十克 还有这个二砂糖二十克 还有这个油是香油二十克 还有一点点的白胡椒粉少许 放香油下去 放酱油 我们开中小火炒 我们开中小火炒 不然酱油会苦掉 再放点二砂糖 然后煮至绿糊肉 然后煮至骨肉 等下呢 我们就来淋在那个明虾上面 我们现在蒸好了 现在就来打开吧 我们现在把它夹到盘子上去 现在我们就把酱料淋上去了 我们的又香素明虾完成了 出炉了 这道料理呢 爸妈觉得蛮下饭的 又有柚子香香的味道 很应景哦 是中秋节特辑的料理 那如果你喜欢爸妈的影片呢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